台湾1970年代木工产业的巅峰期 当时盛传是由北桥大南永新 这两家家具厂可以说是名声响亮 永新是国内红木家具的龙头 其实看似风光 但同样也历经过90年代的产业外移的困境 二代经营团队现在化危机为转机 带你的老工厂来转型 而且还建立了青木堂品牌 他们坚持要把最传统的损某技术 运用在红木家具 传统融合创新 让老品牌走出全新的路 走进台南苏小窝民宿 屋里没有任何装潢 除了整片洁白干净的色调 溢入眼帘的是满满的红木家具 餐桌其实也是蛮苦的 很中式的味道 对啊 可是你猜猜看这个是什么 这个不就是餐桌 没有啊 你看这可以拉起来 它这样子转过来 是 它可以转过来 对 它可以转过来 转过来你为什么要把它转过来 为什么 它就会有一个凹槽 这样打麻将的时候 那个麻将就不会掉下去 美式风格建筑 却配上充满中国风的各式家具 为什么会放一个 那么中式的味道的椅子 因为我觉得它 是一个花瓶的样子 然后它会有一个平平安安的意境 六年级末段班的民宿主人 苏伟杰和太太林爱杰 2014年开始经营民宿 和一般年轻人 但平好西式家具不同 两人独爱红木 这一个设计师 他的设计出来里面 就是要送给他老婆 一个可爱的化妆台 然后我是之后才知道这个故事的 但是我买的时候不知道 但是我叫的 我那是天鹿吗 那我的名字中 也是送给老婆的礼物 那我以前 我们感觉就是那种 这种红木家具 就是那种红色的电灯 然后僵尸会冻进来 所以我很怕 很不喜欢 所以他每次要进去的时候 我都 你进去 我在外面就好了 对 然后后来 因为他发现他有一些船 他有一些早期的 就是比较西式的 然后因为我又看了那个夜温 那个中西合并的 我觉得蛮好的 中西碰撞的混搭风 成了苏小窝最大特色 而屋里头九成九的家具 都来自台湾老字号 红木家具品牌勇兴 我喜欢有精致度的东西 所以他们家的精致度 让我觉得 可以一直欣赏这样子 我觉得很值得很值得的感觉 给人老康康印象的红木家具 怎么收服年轻人的心 不断创新是关键 这个是一个中国式的热刀 中国式的热刀 它就是其实是用 这种笋毛的结构下去 真的耶 好特别 下去做这种的笋毛结构 然后去 像金木一样 对 像金木一样这样子 一个一个去把它结合起来 永兴家具二代接班员 带我们走进全台湾第一座 以家具为主题的博物馆 这里过去是木工厂房之一 2005年的时候 我们老工厂这边 从原来的三百多人 然后降到现在的五十几人 所以有很多的形式厂房 用这样子的一个厂房 去改做家具产业博物馆 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们就是进入了一个文创时代 1958年成立的永兴家具 过去以外销代工为主力 全盛时期六个厂区都在赶工出货 后来历经产业万一冲击 产线大幅缩减 厂房摇升一变成了家具 博物馆却也成了救命转机 到中国去是一个关键点 那我们在中国那边的话 是从这个门市是从上海先起家的 然后呢开始做这个批发 然后说现在的整个中国的整个 一线的省会都市 都有我们的这个专能店 那我们的这个批发的这个专门店 我们都是用这一种这个专门 整个不是代销的部分 就是它整个也是挂我们的清木堂的品牌 然后去做统一的这个培训 统一的这个产品 1998年 永兴家具以清木堂品牌新销 主打优雅精致和充满设计感的红木家具 生产制作到销售通通自己来 如果我们谈木工这件事情 如果早期这是所谓的大量的生产 然后代工这种赚钱的模式 现在应该是要转型谈 比较精致化的这些东西 那因为木材的这个材料的特性 其实有很多很多比较生命性的故事 可以去谈它 所以关于生命关于行销关于品牌 透过木质这个产品 其实可以做很多很多 不同的附加价值的讨论 用品牌说故事并融合传统与创新 让永兴成功打进大陆市场 目前在两岸三地 包括北京上海和广东 共有三十多家门市 现在约八成营收都来自大陆 第二代这一代我们这样子 我跟我的表弟这些 我们就是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共识 就是一种永续经营 就是不抢快 那今天就是大陆一下子 就可能有几百家的这个加盟店 但是我们是宁可采取一步一脚印的 我们希望说我们就是 踏稳的第一步之后 在第二步的这样子慢慢去扩充 所以呢不会像大陆这样子的一个同业 那可能就是暴起暴落 创新不求换和耐用服食 不只民宿爱用 总统接近外宾的绿厅里 花梨木座椅和茶几 还有台大图书馆的阅读员桌椅 都出自永兴 不管是步古风还是新设计 永兴都坚持保留这项传统工艺 上次动工艺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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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度一定会比较高的 因为一般的话瑶震的机械 瑶震的很准确 然后那个 筍毛有孔 有筍嘛 然后都 两个都控制得的很精密 不然的話會鬆脫掉 說一般的話 一般的話 外面的都不太喜歡 會做這一種的工花 隨保技術最大特色 是組裝過程 完全不用任何一根釘子 因此濕布的細心和準確度 決定誤解成敗 即使是時代在變遷 要用螺絲 要用什麼去增加它的快速 但是我們依然 依然保持了我們的這種 傳統孫茅的精神 每一種都是產坑尺寸的 這是一個這個基石 像這樣一邊就組裝完成了 替產業尋找人產 把我們華夏文化孫茅的 孫階的智慧 能夠傳承下去 後中段的時候這裡壓著 後段的時候 你知道在後面 不要讓它吹下去 把我們台灣工匠精神 頂金鮮念 頂真善願 可以傳承下去 年輕人一輩 對於美感的這個要求 或者是在老一輩 像我們或在上一個世代 他們已經開始覺得 生活裡頭不再只是賺錢 可以開始有一些休閒 或者是討論一些 生活品質的東西 所以至少在台灣 這個現代的這個世代的時候 我們開始因為全球 或者是因為政府在推動這個 所謂文化創意產業的 這些政策效能 發現其實還是有一些變動 這個部分應該會是 我們所謂的木製產品的 一個很好的一個機會 誰說傳統與創新 只能站在對立面 傳承工藝融合設計 讓木製產業的路 更多也更廣